大家好 我是達達 今天為大家介紹MIGO HANDSET UX的最新版本 1.1版本 MIGO HANDSET UX在2020年2月公佈開始開工 到現在由1.0版本沒有用戶介面 到現在有一個初步的用戶介面 都是幾個月時間 暫時這版本是讓開發者和廠商作為平台 讓他們有基礎建立用戶介面和應用程式 但我們可以從參考平台 可以大概看到MIGO地時的發展 設計元素或意念會在裡面 我們將參考介面放入Lokia N900 就可以做一個示範 我們看看這個介面 會有電話、瀏覽器、音樂程式和設定 我剛才按了電話這個公仔 其實因為這個版本仍是正在開發的版本 所以一些程式的執行還未很優化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字眼 按彈好、按彈好、按彈好 還有速度都比較慢 不過隨著他們開發進度的改良 都會繼續加快整體表現 到時大概明年2011年的4月左右 都會出一個1.2版本 就會更加完善用戶體驗 這個就是電話介面 打電話15035才算 其實這個版本已經可以打到電話 可以聽到電話 之前的版本未必可以 10月30日 暫時這些電話都會經過這個speaker才能聽到 未來的版本可以做到普通電話的聽筒 都會聽到 空氣活業指數及其外線指數 那譬如我試試打電話去這個號碼 看看會不會收到這個電話 聽到這裡已經有一個來電 問我是否接受 那我先遮蓋來電顯示 接受 喂喂喂喂 OK啦 接收到電話了 這裡就會顯示來電的紀錄 例如miss call 或是你打過來的接過電話 這裡也會有聯絡人的清單 聯絡人的清單 聯絡人的清單就會在這個tap 或者是你預約過的常用的聯絡人就會在聲聲這裡 按鈕按鈕就會有更多不同程式的選單 例如進去sms 其實sms的功能都可以用到 即是可以發到和收到短訊 可以看到我之前都發過一些短訊 收過一些短訊的 不過呢 中文的短訊暫時都會變亂碼 要留意一下 另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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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go handset ux 都會跟著一些很基本的程式 例如日曆 日曆 例如日曆 這裡就會顯示 一些你自己的活動紀錄 你可以教一些活動 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 什麼時候提醒你 就會在這裡顯示日曆出來 最近的活動 或者是 所有活動 都會顯示到 這個程式還未完善 介面的字 也不是 真正的字 都是一個參考 另外呢 也有一個播片程式 播片程式 這裡就會有兩段影片 你看到已經預載了 我們來播放其中一段吧 我們來看 這個就是migo的播片程式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一個程式仔機 效率都不是很順暢 暫時 要做多些優化 另外呢 也有一個提照程式 這就是提照程式 你看到一幅一幅照 再進 格調跟Symbian 3的提照程式差不多 都是無邊緣的 我們隨便選一幅 亦都可以提回 這幅照片的資料 前後去掃描不同的照片 不過暫時都不太純粹 先看看 亦都可以有Slideshow 它就會自動播相片 另外呢 這個音樂程式 都可以播歌的 現在看到呢 就會有一個歌手名 按一下歌手名 就可以入到它的 大碟的清單 再進去 就會有些曲目 可以播一首歌來聽一下 那你見到現在呢 我在播放一首歌 亦同時呢 在運行這個 看照程式的 這個多工介面 打動都可以的 不過會折 好嗎 即使關掉音樂 這裏都是在播放一首歌的 除了播放影片 看相片 聽歌之外 我們亦都要上網 所以 這裡就會有一個瀏覽器 按地球 等一會 就會看到瀏覽器 過往的Migo手機版 早期的版本 都沒有瀏覽器可以使用 直至最近才可以 成功地看到這個瀏覽器 真的可以運作 而看到這個瀏覽器 其實是Firefox 來的 是Firefox Mobile 即是MyMode 和Android上面 都會有的這個版本 其實這個版本代號就是Fanet 我們看看版本號碼 先看看多少 這裡看到是2.0 Beta 1 Pre 的這個版本 我還沒聽聞過 有這個版本 我們試試用一下 看看是否看到 或者是否上網 我們試試用一下Google 其實看到 Farfox for Mobile 這個版本 在Migo上面 都已經有中文的支援 看到中文字 可以顯示出來 Double Tap 就可以把那種的字 指揺 再重複按一下就去到原本的大小 左邊就是開啟的網頁 右邊就可以佈置FORWARD ADWORK 或設定頁 這個就是History 鍵 、Bookmark 鍵 即是去到你瀏覽過的網頁名單 按網頁的玩偶可以看到有其他選擇 例如Finding Page、Share Page 或是把網頁儲存成PDF 這個功能也未必做到 Share 時亦可以選擇 E-mail、Twitter、Google Reader、Facebook 分享 Options 亦會有升級功能 登記了Wave 帳戶後 可以在Desktop 和Mobile 上做到同步TAP的效果 另一個之前未完成的程式就是X Terminal 其實Terminal也是很基本的程式 不過它也不能全螢幕使用 不知為何 失縮了一個 字也很小 但也能用到的 例如我們看看這個Migo 1.1的Kernel版本 就是Linux的Kernel 2.6.35 這個版本也是現在最新的版本 E-pro這個玩偶會是聯絡人的資料 按進去就會有一個聯絡人的清單 這個清單都會跟回字母去排 亦都可以跟不同篩選條件 可以搜尋 亦都可以加一個新的聯絡人 加聯絡人的介面大概是這樣 這裡有顆星星 即是你常用的聯絡人 加電話號碼 有顆按鍵 加不同類型的電話號碼 或者是IM的戶口 E-mail的帳戶 地址等等 這樣也挺有彈性的 另外呢 這個搜尋這個 按鍵 進去之後是甚麼來的呢 看看吧 就會有一個Insta Messenger來的 按鍵 戶口 按照資料後會有Contact List 輸出,就可以跟人聊天 Settings 設定畫面,有什麼可以設定呢 目前來說可以設定的東西不多 時間與語言都是什麼都沒有 這些都是什麼都沒有 工具都是什麼都沒有 暫時依然是使用Wi-Fi 比較重要 還有這裡,按一下 就會有類似Android的通知列 告訴你有什麼更新的更新 通知你去做不同的事情 還有一些Switch可以讓你很快速的開Wi-Fi、3G、藍牙GPS等 這些功能,亦可以調整Volume 類似Windows的 System Tray 位置 這個設計和Android的通知列差不多 這次就這樣,拜拜 拜拜